最早到的柯文哲往庙里走去 白沙屯拱天宫 160周年建庙活动 蓝绿白阵营主帅跟郭台铭都出席 柯文哲在棚内等待时 郭台铭也到了 听到关键字笑出来 郭董一到拱天宫 直接进红檀拜拜 最后到了侯友宜抵达时 则是先进棚内跟柯文哲握手 柯侯干脆坐下聊天 就连进红檀参拜 郭柯侯站一起 侯友宜就是比较靠近柯文哲一点 结束时柯侯几乎一起跟赖清德握手 这时的郭台铭独自在后方 柯文哲则回头偷偷看了他 四名总统参选人难得同场 但座位都被隔开 郭台铭借着妈祖在喊改变 换赖清的致辞时 支持者很热情 四人同场蓝白主帅明显很有互动 就这么巧 柯文哲在爆出谈蓝白河 说去死吧之后 又在一场军系场合直言最后一定合 再来看到这场活动 柯侯动作频频 似乎很有连结 谈到蓝白河 柯文哲表情严肃不回应 柯伴则主张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民调 推出在野最强人选 民调输的人则退选 但也私下强调并非异位 一地得跟国民党合 一场拱天宫活动 是否各自有盘算 画面会说话 三星王晨一 王子余 郑海忠 美丽报道